我只要上了舞台 看到了观众 听到了螺谷点 我就忘记我所有的病痛 孙翠凤病痛成生 立志演到不能演 虽然说我用健康 去换取了这些成绩也好 但是其实我一点都不后悔 明华园当家小生孙翠凤 智力表演传承歌在西 从29岁至今 超过30个年头 长年累积的辛劳 终于在4月爆发 她因心脏神经系统异常 导致滴血压而昏倒 不过她仍不打算退休 当初我的公公婆婆 就一直不赞成我练功 一个女人生过小孩 然后她身上的肢体 筋骨是僵硬的 而且她的骨骼 盖子应该要流失了 我们的体力 没有办法去负担 基本功的练习 然后再来就是容易受伤 身上会有后遗症 就是你的复原 不可能全部复原 我当年这句话没有听进去 我只知道我要埋头苦干 因为我的时间来不及 所以我不要命地练功 那练下来之后 当然身上都是伤 可是后来因为已经当了主角 也没有多余的时间 去把自己的身体好好的调养 后来年纪越来越大 或者说后来我的工作量 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整个就爆发了 其实我的身上都是 都是纪念品 我只要再动武器 她这边就脱酒 她就会移位 演完了再把它瞧回来 那都很痛 所以后来很多动作 我会换练左手 结果这几年换左手 举不起来了 手完了以后就换脚了 所以我现在最困扰就是 我的膝盖已经退化 所以我没有办法站很久 没有办法做很多高难度的舞系 前阵子这样病倒以后 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很担心 我还能不能再站起来继续表演 我告诉我自己 要勇敢 要坚强 赶快站起来 下舞台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等我 如果没有这些观众 那可能就没有歌仔戏 就没有了明华园 更没有了孙水峰 所以现在都对自己 对自己好了 埋头苦干的时候 还要稍微的想一下 你的健康 你的身体 你的体力 要有这些 才能够继续走更长远的路 因为我要演到不能演 报道 苹果新闻网 推出六品彩 每个次晚上八点 在苹果台直播开奖 周周送三十万奖金 活动谨慎升级 会员参加 每周五早上十点 到各周四晚上七点可选号 一到三三号 任选六个数字 苹果单由电脑 随机从一选号码组合中 调出一组 保证周周送出三十万 你找六品彩 做做发得起